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终极运维课程的第五课 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的数据存储和内容分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程概要 这节课将向大家讲解云端对象存储和内容分发的基本知识 首先讲解对象存储的简介、优势、基本配置和应用案例 然后讲解使用CDN内容分发提升用户访问体验 最后的实操带领大家一起进行对象存储和CDN的配置 本节课共分为四个课时 第一个课时,对象存储简介 我们将对对象存储进行基本的介绍 让大家对对象存储有基本的概念 第二课时,云端对象存储指南与应用案例 主要介绍腾讯云对象存储的概念和使用方式 第三课时,CDN内容分发提升用户体验 主要介绍腾讯云的内容分发网络的使用与配置 最后一个课时是实操、配置对象存储与CDN 我们首先来进行第一课时的内容 对象存储简介 对象存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Cloud Object Storage 简称COS COS是腾讯云提供的一种存储海量文件的分布式存储服务 用户可通过网络随时存储和查看数据 腾讯云COS使所有的用户都能够使用具备高扩展性、低成本、可靠和安全的数据存储服务 COS通过控制台、API、SDK等多样化的方式 简单、快速的接入 实现了海量数据的存储和管理 通过COS可以进行多格式文件的上传、下载和管理 腾讯云还提供了直观的外部管理界面 同时遍布全国范围的CDN节点 可以对文件下载进行加速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象存储和传统的文件系统存储的一个对比 首先从数据访问接口上来看 文件系统一般使用的是标准的POSIX访问接口 提供了包括Open、Close、Read、Write、Seek等访问接口 而对象存储呢 则是提供了RESTful的Web API访问模式 也就是说通过HTTP请求中的Pud和Get等操作 进行文件的上传 也就是写入和文件的下载 也就是读取 通过Delete等方法 来实现文件的删除操作 然后呢 从数据的组织结构上来看 传统的文件系统使用的是竖状的索引结构 而对象存储使用的是较为扁平的组织结构 我们来看右边这个对象存储的结构图 实际上我们的文件是存储在一个个互相独立的Bucket当中的 它的结构呢 相对来说比较扁平 当然腾讯云的COS也是支持文件夹的 我们可以在Bucket当中建立文件夹来实现 类似于文件系统的层级的管理方式 相对于传统的文件存储 对象存储拥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就是数据稳定 持久可信 因为我们的对象存储 它是由腾讯云来提供完整的运维的 因此它的数据相对于我们自己所建立的文件系统来说 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持久 第二是功能丰富 多样处理 对象存储相对于文件存储的简单方式 它可以提供更多的访问方式 更多的功能 第三是全面防护分权管理 对象存储可以针对每个文件夹 甚至每个文件进行相应的权限管理 同时它还提供了包括防盗链 防流量攻击等防护功能 第四是方便接入 一键迁移 第五是智能调度 访问可靠 最后是按量付费 自动扩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适合使用对象存储服务的典型的一些应用场景 第一个就是用户数据的多点上传 我们的对象存储 拥有大容量的IO吞托能力 可以有效的解决多点并发上传的问题 并且我们的对象存储 还可以实现自动选择就近的节点 进行文件的上传 可以大幅度的缩短我们上传图片和文件的排队时间 同时也能够提高我们文件上传的成功率 第二个场景是高IO的网盘 对象存储可以实现随着用户数据量的增长 而自动的扩容 同时呢 对象存储比传统的NAS设备 拥有更加充足的代官支持 避免了访问时间长 或者是服务不可用的情况出现 第三个场景是归档和备份 我们可以将归档和备份的冷数据保存在低频存储当中 在不降低数据的耐久性的前提之下 可以降低我们的存储费用高达40% 对象存储为保存档案和备份资料提供了一个海量 但是低价的一个空间 最后一个应用场景是热点资源分发 我们的COS可以结合CDN来使用 COS作为原站 将我们的热点资源放到COS当中 然后通过CDN将资源下发给我们的终端用户 利用通讯强大的带宽支持 可以确保我们的应用不会由于流量的过大 而导致业务的无法访问 第二课时云端对象存储指南与应用案例 在这一课时当中 我们将向大家介绍腾讯云的云端对象存储的概念和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要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存储桶 也就是我们上一课时所说的bucket以及它的权限 存储桶也就是bucket 它是我们对象的载体 可以理解为存放对象的容器 用户可以通过腾讯云的控制台 API或者SDK等多种方式来管理存储桶 以及它的属性 例如配置存储桶用于静态网站托管 配置存储桶的访问权限等等 存储桶有一些限制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就是我们的bucket 它每个账户的数量上限是200个 但是在bucket下面 我们的目录以及文件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 第二是每一个bucket都对应一个全球唯一的UR 然后是bucket的名称 只能用小写字母或者数字以及中划线 它们来组成 然后bucket是创建于项目之下 一个bucket只能属于一个项目 选择之后它是不能修改的 接下来腾讯云COS当中 bucket的名称在单个项目下面也是唯一的 然后bucket一旦创建之后 就没有办法重命名 所以建议大家在上传文件之前 就定义好我们的bucket 然后是bucket的权限 它可以设置为以下三个选项 公有读私有写 以及私有读写和公开读写 公有读私有写呢 也就是可以对对象进行匿名的读操作 但是写操作需要进行身份验证 这种情况比较适用于像web站点的静态资源 这样的场景 私有读写呢 是指无论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 都需要进行身份验证之后才能对对象进行访问 适合私有数据的存储 而公开读写呢 是指任何人 包括我们的匿名的访问者 都可以对存储桶当中的对象进行读操作和写操作 这种呢 我们是不推荐使用的 因为写权限允许匿名访问是十分危险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象存储当中对象的访问 要访问对象存储当中的某个对象 就需要使用这个对象所对应的一个全球唯一的URL来进行访问 下面这个URL就是demo.css这个对象的全球唯一URL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bucket的名称 bucket的名称呢 是由我们自己填写的bucket名称 再加上中华线 然后后面是我们的appid这样来构成的 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完整的bucket名称 它是全球唯一的 不会跟其他人产生重复 那么它的中间部分呢 是腾讯云的域名 在这里我把北京标红了 也就是说这个bucket是存储在腾讯云的北京这个地区的 不同区域的bucket和它所对应的URL是不一样的 最后呢是我们的文件夹名称 注意我们这里的文件夹是打了引号的 原因呢就是我们上面写的 bucket本身它是不支持竖型结构的文件存储的 用户创建的文件夹实际上是通过URL路径来表示的 也就是说腾讯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抽象 可以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文件好像是存在了一个或者多层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对应的URL来访问它 这也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说到的 对象存储它不像文件存储一样采用竖状的存储结构 而是一种扁平的存储 所有的文件呢都是直接存储在bucket当中的 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可以实现传统的文件夹这样的一个概念 URL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文件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正确使用域名来访问对象存储 腾讯云的对象存储 主要有以下其中可能会使用到的域名 第一个是默认域名 也就是我们在创建完成之后 系统自动给我们分配的域名 我们可以使用XML API在这个域名上进行操作 它的组成方式呢 就跟我们在上一页PPT当中所说的一样 当然除了XML的API之外 腾讯云存储还提供了JSON的API 需要使用不同的域名进行访问 但是JSON的API呢 在最新的腾讯云的版本里面 它是只进行维护 不会再继续更新新的功能 因此我们建议大家都使用XML的API 第二个需要了解呢 就是加速域名 它是经过CDN加速节点的域名 它是由系统默认生成的 用户可以自己去选择 开启或者是关闭 CDN加速适用于对COS存储桶当中的内容 进行下载分发 特别是对于相同内容反复下载的场景 最后是自定义域名 就是用户可以自己添加自己已经被按过的域名 然后把它绑定到某个存储桶之上 绑定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自定义的域名 来访问我们的COS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使用对象存储 来承载网站的静态文件 我们都知道对于web网站来说 网页的加载速度是十分重要的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网站服务器本身的带宽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高 并且呢 将静态资源放到我们的web服务器上 也有可能会加重我们web服务器的负载 因此呢 我们可以将网站的静态资源 比如说我们的CSS文件 GS文件 以及图片 字体等等内容 都存放到同学员的对象存储服务上去 这样能够加快网页的加载速度 降低服务器的负载 而且使用起来 它也是特别方便的 只需要将我们web页面中 对静态资源的引用 全部改成我们对象文件的 唯一的URL就可以了 并且网站的静态文件 是一种典型的协助手 读取多 并且相同的内容反复下载 这样的一个场景 因此呢 我们可以使用COS的CDN 来为网站实现加速 有的时候呢 我们存储在对象存储当中的内容 特别是图片等等的内容 不希望所有人都能够随意使用 也就是所谓的盗链 这种盗链呢 会增加我们COS的使用量 产生我们额外的费用 为了避免恶意程序使用资源URL 来盗刷我们的公网流量 或者使用恶意的说法去盗用资源 通缘云的对象存储为我们提供了防盗链服务 防盗链服务呢 可以配置我们的白名单 或者是黑名单 然后呢 它会校验HTTP请求当中的refer字段 来保证资源不会被随意的使用 最后我们的对象存储服务 提供了REST API和多种的SDK REST API呢 能够保证兼容性 使得我们可以在任意的项目当中 都使用对象存储 而对于常见的语言 比如说PRP Python C++ Java JavaScript NodeGIS NET等等 腾训员都提供了对应的SDK 使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直接引入SDK 非常方便地完成对于COS的操作 这些SDK 可以从腾讯云的官网的文档上面 以及腾讯云的GitHub上面找到 第三课时 CDN内容分发 提升用户体验 这一课时 我们将主要讲解 使用腾讯云CDN加速 我们的网站 加载速度 提高用户体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CDN的简介 内容分发网络 也就是CDN 它是现有的 Internet当中 增加一层 新的网络架构 由遍布全国的 高性能加速节点构成 这些高性能的服务节点呢 会按照一定的缓存策略 来存储我们的业务内容 当我们的用户 向我们的某一个业务 发起请求的时候 请求会被调度至 离用户最近的服务节点 直接由服务节点 来进行快速响应 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 用户访问的延迟 提升我们的可用性 CDN呢 能够有效解决 目前互联网业务当中 以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 就是用户 与业务服务器 地域之间 物理距离比较远的情况 需要进行多次的网络软发 传输的实验价高 并且非常的不稳定 第二个 是用户使用的运营商 与业务服务器 所在的运营商不同 请求需要在运营商之间 进行互联转发 第三 是业务服务器 网络的带宽和处理能力 都比较有限 当接收到海量用户的请求的时候 会导致 小因素的降低 可用性降低 而腾讯云的CDN呢 拥有以下的优势 第一 是极致加速 覆盖全球 腾讯云CDN在全国各省份 部署了超过1100多个加速节点 涵盖了移动 联通 电信 等主流的运营商 以及铁通 长宽等 多家的中小型运营商 这样能够使我们发布的内容 能够更快的出达用户 每个节点的单机服务器性能 能够达到双百万 总节点的带宽 超过80D 非常完美地解决了 我们的低域 网络 连战性能 等多种因素 引起的拥护访问延迟较高 不稳定 等等的情况 同时 腾讯云的CDN 还提供了超过200个海外的节点 覆盖了全球 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 保证我们的业务 能够无缝地出海 第二个 是智能调度 链路优化 腾讯云的CDN 通过对全网链路 进行实时监控 结合自研的 GSLB调度系统 和智能路由技术 从最优接入 最优回源 动态加速 等三个方面来优化用户的体验 第三 是安全透明 全面防护 我们的网络环境当中 可能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网站的原站 有可能遭受到 恶意的网络攻击 从而导致 无法正常为用户提供服务 或者是 发布的资源 被恶意盗刷 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腾讯云的CDN 可以从 攻击防护 https支持 匿名防劫持 等三个方面 来保障我们的业务安全 第四 是接入简单 多样管理 腾讯云的CDN 它的接入方式 非常的简单 快速 同时 还提供了 多样化的管理工具 使得整个CDN 尽量透明地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 是我们的腾讯云 在国内的一些访问节点 可以看到 遍布全国的各个省份和地区 然后 这个 是腾讯云 在全球的CDN节点 也覆盖了 全球 大量的国家和地区 使用了腾讯云CDN的原站 与未使用CDN的原站 在实言和可用性的对比上 如下图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了腾讯云的CDN 加原站 这样的一种 部署方式的网站 它的实言 相对来说 降低了五倍左右 而资源的可用性 则提升到了99.67% 相对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腾讯云CDN的配置步骤 第一步 是添加域名 我们只需要在域名这一行 填写你的CDN加速域名 就可以了 但这个域名呢 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 第一 是必须在工信部 进行备案的 第二 它是之前没有接入过 腾讯云的CDN 然后呢 我们需要配置原站的类型 和具体的原站 第二步 是服务配置 根据我们的业务需求 来选择业务的类型 包括静态加速 下载加速 和流媒体点播加速的 然后呢 配置相应的缓存过期时间 等参数 就可以了 最后一步 是CNAME的配置 这个是在我们的DNS解析上面 进行配置的 只需要把我们的域名 解析到腾讯云提示的域名上 就可以了 第四课时 实操 配置对象存储 与CDN 在这一课室当中 我们将进行以下 对象存储的操作演练 第一 创建一个存储桶 并且启用它的CDN分发 第二 是开启存储桶的防盗链功能 第三 发布一个可以通过内网访问的文件 第四 发布一个可以通过公网访问的文件 第五 为开发团队 创建API访问密钥 下面我们来开始进行实际的操作 首先我们进入腾讯云的控制台 然后打开对象存储中的存储桶列表 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新的存储桶 点击创建存储桶 然后在这里填写上我们的存储桶名称 我们给它起名叫Demo 然后选择所属区域 比如说我们选择北京 然后访问前线 我们可以进行设置 在这里我们先设置成公有毒私有血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已经为我们生成了对应的请求域名 我们点击确定 好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存储桶 下面呢 我们要发布一个可以通过内网访问的文件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私有毒血的文件 我们点击上传文件 选择一个文件进行上传 然后点击上传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文件 已经正常的上传到了我们的对象存储当中 然后呢 我们点击详情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对象访问权限 这个选项 现在它是继承权限 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储桶设置的权限是怎样的 那么这个文件的权限就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创建一个私有毒血的文件 因此我们把这里选成私有毒血 然后点击保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文件链接 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首先不使用生成的这个文件链接进行访问 我们直接使用它的前半部分 这是我们的一个对象存储 它所对应的全球唯一的一个URL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显示的是 Access Denied 也就是说 它提示我们没有权限访问这个文件 那么怎么样才能有权限呢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 可以看到 我们的腾讯云的web控制台 为了方便我们的访问或者是下载 它已经为我们生成了一个对应的签名 我们可以使用后面的这些签名 来验证我们的身份 证明我们对这个文件是有读写操作权限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访问的话 它就会允许我们进行文件的访问 现在我们把完整的URL 也就是带着我们签名的URL复制 到我们的页面上 重新进行打开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能够正常的下载这个文件了 好 它现在已经提示可以下载了 接下来我们再发布一个 可以通过公网访问的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文件 是可以进行公有读的 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存储桶 上传一个新的文件 我们点击上传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点击详情 重新配置我们这个文件的权限 我们显示的让它是公有读私有写 点击保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链接 这个跟我们刚才使用的链接 是非常相似的 只不过它的文件名从Hello 变成了Hello2 我们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试试能不能正常的打开它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在没有刚才后面的签名的情况下 也可以直接打开它了 证明我们虽然是一个匿名的访问 但是它也能让我们正常的去进行文件的下载 或者说是查看 接下来我们进行防盗链的配置 我们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存储桶当中 点击基础配置 在这里是我们的防盗链设置 我们首先在关闭的情况下 试一下我们文件的下载 我们进入文件列表 还是下载我们刚才的公有读文件 Hello2.txt下载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是能够下载这个文件的 然后呢 我们进行防盗链的配置 我们启用这个防盗链 在这里我们使用一个任意的域名 来进行版名单 也就是说除了从这个域名访问之外 别的域名都是没有办法正常访问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使用example.com 然后点击保存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腾讯员的控制台 它的这个网站的122 本身是不在example.com当中的 因此 如果我们从控制台 重新去下载这个文件的话 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能成功 点击文件列表 然后 继续Hello2.txt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虽然点击了下载 但是我们的浏览器 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是因为我们的腾讯云的防盗链系统 已经拒绝了我们的这一次请求 因此 我们是不能够进行访问的 我们可以打开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看一下 好 我们回来点击下载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请求了 Hello2.txt 但是这里它的status是403 forbidden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权限 打开这个文件 同样是这个文件 我如果把我们的防盗链 再关闭的话 那么我们再次下载 又是能够正常访问的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dn的配置 我们进入我们的刚才创建的这个存储桶 然后进入域名管理这个页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默认加速域名的选项 它现在是关闭的 我们把它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加速域名了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加速域名正在部署当中 它的部署大概需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当它部署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新的加速域名来访问我们的文件了 好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加速域名已经部署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尝试使用我们的加速域名来访问我们的对象存储 文件了 我们复制这个域名 然后填写我们访问刚才的hello2.txt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能够下载的 可以看到已经下载完成了 最后我们来学习一下为我们的开发团队创建API访问密钥 我们选拥一下 我们选择云产品当中的云API密钥 打开它 然后我们点击新建密钥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新的密钥了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secretid和secretkey给我们的开发团队 就可以使用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新的API访问密钥 去进行我们对象存储的访问了 好 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对对象存储和CDN的配置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 我们主要介绍了腾讯云对象存储和CDN的概念以及使用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在课下自己进行练习 在下一节课 我们将一起学习数据库服务和缓存服务的运维 谢谢大家 第五课是非关系型数据库MongoDB的概述 MongoDB是一个no cycle数据库 它是一个使用C++编写的开源跨平台 面向文档的一个数据库 腾讯云数据库MongoDB呢 简称云数据库MongoDB 是腾讯云基于全球最有潜力的开源no cycle数据库MongoDB 专业打造的高性能分布式的数据存储服务 它百分百的兼容MongoDB的协议 适用于面向非关系型数据库的场景 腾讯云的云数据库MongoDB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 它是一种云存储服务 是腾讯云提供的面向互联网应用的数据存储服务 第二 它是完全兼容MongoDB的协议的 既可以适用于传统的表结构的场景 也适用于缓存 非关系型数据 以及利用MapReduce 进行大规模的数据级的并行运算的场景 第三 是它提供了高性能 高可靠 利用 便捷的MongoDB集群服务 每个实例都至少是一主一重的副本集 或者是包含多个副本集的分片集群 第四 它整合了备份 扩容等等相关的功能 尽可能的保证用户的数据安全 以及动态伸缩的能力 腾讯云的MongoDB是一种通用型的数据库 它的稳定性 性能和扩展性 基本上覆盖了绝大多数的Noschema的常见 以下是几个典型的应用常见 第一 就是在游戏行业当中的应用 游戏的需求变化非常的快 MongoDB呢 特别适用于游戏的后端数据库 使用MongoDB来存储 游戏用户的信息 用户的装备 积分等等 可以直接以内嵌文章的形式存储 方便查询和更新 Noschema的模式呢 可以免去变更表结构的痛苦 大幅度缩短版本迭代的周期 也可以将MongoDB作为缓存服务器来使用 合理的规划热数据 它的性能与其他常用的缓存服务器相当 同时呢 还能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查询方式 第二是针对移动行业 腾议云数据库MongoDB支持二维的空间索引 可以方便的查询地理位置关系 和检索用户的地理位置数据 可以实现基于地理位置系统的地图应用 和实现附近的人地点等等功能 也可以使用MongoDB来存储用户的信息 以及用户发表的朋友圈的信息 第三是针对物联网行业 物联网领域的中端设备 例如医疗的仪器 运输业的车辆GPS等等 可以轻易并且持续的产生TP级的数据 使用MongoDB存储所有介入的智能设备的信息 以及设备汇报的日志信息 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多一度的分析 业务可以构建分布式的 云数据库MongoDB分片集群 达到无上限的存储容量 同时也方便在线扩容 轻松处理物联网行业的海量数据 针对物流行业 使用腾讯云数据MongoDB 可以存储订单的信息 订单状态在运送过程中会不断的更新 以MongoDB内嵌的JSON形式来存储的话 一次查询就能够将订单的所有变更都读取出来 而针对视频直播行业 他们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礼物信息 用户聊天的信息等等 这些数据量都非常的庞大 我们可以使用腾讯云的云数据库 MongoDB来存储用户的信息 礼物信息 以及日志等等信息 同时可以通过丰富的聚合查询 来进行业务的分析 云数据库MongoDB在转件完成之后 也需要首先进行初始化 为MongoUser和RWUser用户来设置访问的密码 在完成初始化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云数据库MongoDB了 在连接MongoDB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特定的URI 每个用户它都有它自己特定的一个URI 我们可以在云数据库控制台的账号管理页面当中 查看到每个用户它的连接的URI 在开发过程中我们可以直接的去使用 第二个时 我们来讲一下CDB for MySQL的基本运营方法简介 云数据库MySQL是腾讯云 基于全球最受欢迎的开源数据库MySQL 专业打造的高性能分布式数据存储服务 让用户能够在云中更加轻松的设置 操作和扩展关系型数据库 它百分百的兼容了MySQL协议 适用于面向关系型数据库的场景 云数据库MySQL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就是云存储服务 它是在腾讯云的云平台上所提供的一种数据存储服务 第二是完全的兼容MySQL的协议 适用于面向表结构的场景 所有使用MySQL的地方都可以使用我们的云数据库 第三是提供了高性能高可靠应用便捷的MySQL集群服务 第四是整合了备份扩容迁移等等功能 同时提供新一代的数据库工具DMC 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数据库的管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CDB for MySQL的选择 我们在购买CDB for MySQL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计费的模式 可以是包年包月的计费或者是按量计费 还可以选择数据库的版本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屏幕上可供选择的版本有 MySQL的5.5,5.6和5.7 还有就是内存的大小 数据库存储空间 网络的相关信息等等 默议情况下 它会采用一主一从的主从一部复制模式 默认采用的引擎是NODB引擎 在购买完云数据库之后 我们必须进行初始化才能够正常的使用 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图上这些内容的相关配置 包括字符集 以及表明是否大小写敏感 还有服务的端口号 入的账号的密码 完成这个初始化之后 云数据库会重启一遍 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 我们所购买的云数据库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种常见的 CTB for MySQL数据库服务的维护人物 首先就是参数的修改 我们都知道 在使用数据库的过程中 服务器的参数是非常重要的 有经验的运营人员 会根据业务的实际情况 来修改默认的数据库参数 来实现更高的性能 更高的安全性等等 同学云的云数据库服务呢 由于我们提供了修改参数的功能 使得我们能够自行修改 我们所购买的云数据库的相关参数 腾讯云为CTB for MySQL的 5.1 5.5 5.6和5.7版本 提供了50多个参数 供我们进行修改 数据库的参数 可以直接在数据库实例中的 参数管理部分直接进行修改 也可以把修改好的数据库参数 保存为参数模板 新购买的云数据库 可以一键导入参数模板中的配置参数 实现方便的批量部署 然后是用户和权限的管理 CTB for MySQL提供了图形化的用户和权限管理 我们可以直接在腾讯云的管理控制台当中 对云数据库的用户和权限 进行相应的添加、删除、修改等各种操作 非常的便捷和清晰 然后是CTB for MySQL的管理控制 腾讯云提供了基于Web的管理工具 PHP MyAdmin 这个开源的数据库管理工具 是很多用户人员非常熟悉的数据库管理工具 用户和开发人员可以无缝的使用PMA 来进行数据库的管理 当然腾讯云还提供了更加先进的 新一代的数据管理工具 DMC数据库管理控制台 除了包括基本的PHP MyAdmin的功能之外 DMC与腾讯云的云数据库服务更加契合 可以直接查看云数据库实力的基本信息 运行状态等等各种相关的信息 还有一点呢 是对于创建在私有网络当中的数据库服务 它是没有暴露在公网当中的 我们不能直接在公网中进行访问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我们在对其进行管理的时候 有以下几种办法 第一种是可以直接使用内置的 PMA或者是DMC进行管理 也可以呢 在内网中部署专门的跳板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保理机来进行管理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内网当中的云服务器 进行SSD转发 最终实现相应的功能 这个是PHP MyAdmin和DMC的使用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DMC呢 更加的现代化 并且拥有更加丰富的信息 比如说CPU 包括我们现有的连接数 我们的存储空间等等 我们更推荐大家 使用新一代的DMC 来完成数据库的管理工作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使用CDP P MySQL的指数实力 来实现读写分离 我们都知道 对于web服务 或者是移动APP服务来说 数据库往往是 写的少 而读的多 在这种场景下 使用读写分离的架构 可以大大的减轻主库的压力 进而得到更高的性能 腾讯云的CDP P MySQL 支持用户 创建一个 或者多个的指数实力 来支持用户的读写分离 和一种多重的应用场景 可以非常显著的 提高用户数据库的 读复载能力 我们可以创建 支持读写领求的 单节点实力 指数实力 需要分配在RO组内 也就是指数实力组当中 RO组 它会拥有 复载均衡的功能 如果我们在一个RO组里面 放了多个的指数实力 那么这个RO组 就会自动的 将用户的读请求 非常均匀的 分配在组内的 每一台指数实力当中 并且RO组 会对外提供IP Port 来供我们用户 进行数据库的访问 比如说 索面这个例子 主节点 主总复制 可以支持读请求 和写请求 而右边呢 有两个指数实力组 它们是只支持读请求的 并且指数实力组里 可以有一个指数实力 或者是可以有多个指数实力 需要注意的两个点是 第一 指数实力和主实力 必须位于同一个可用区 第二呢 MySQL的版本 需要在5.6 或者以上的版本 才能支持 第三个是 CDB forMySQL的 栽培 备份 与迁移 我们知道 我们的机房 在运行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而影响我们服务的可用性 比如说 我们经常会看到 运行商的某个骨干节点 发生了故障 造成了某某机房 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的情况 对于云数据库来说 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即使 腾讯云为我们提供了 强大的运维保障能力 但是故障总是难免的 那么 如果保证我们的服务 能够在某个地区的机房 发生故障的时候 仍然能够提供服务 这就需要 我们来了解栽培 腾讯云的 CDB forMySQL 为我们提供了栽培管理 也就是 可以在不同的地域 设置数据库的副本 一旦某个区域内的 主实例发生了故障 那么 我们就可以将栽培实例 设计为主实例 继续提供服务 栽培实例的配置 主要有下面几步 第一步 就是要选择对应的主实例 然后呢 为其在其他的地区 创建栽培实例 最后配置好 主实例和栽培实例 之间的数据同步任务即可 这样 主实例和栽培实例 之间的数据 就会被同步 栽培实例的几个特点 就是 第一 栽培实例是和主实例 位于不同地区的副本 因为栽培 是用来应对灾难的 如果都放到了同一个机房 或者同一个地区 那么一旦出现故障 可能你整个地区内的服务 都没有办法使用了 那么栽培实例和主实例 全部都会挂掉 根本就起不到栽培的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栽培实例 它是可以设计为主实例的 这个主要是跟我们上一课时 所提到的止读实例来对比的 止读实例 它只能读 而栽培实例 在升级为主实例之后 它可以拥有完整的读写能力 第三个是栽培实例 需要和主实例保持相同的大小 这样呢 在我们的同步 备份的时候 才能够起到作用 如果不相同的话 一方面同步的时候 容易出现问题 另一方面 我们升级之后 那么它的性能 其实有可能是满足不了 我们的要求的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 CDP for my cycle的 数据库的备份和回答 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 也是数据库运运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为了保障数据库的数据安全 我们通常都要对数据库进行备份 并且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进行回答 在传统的运运当中 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 都是手动完成的 并且操作的风险非常非常的高 一旦出现操作错误 还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而采用腾讯云的云数据库 在进行数据库的备份 和回答的操作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在web界面上 非常清晰的看到 我们所对应的操作 并且有确认 更加清楚 不容易出现问题 云数据库的自动备份 它主要是针对主实力的 自动备份是每天执行一次 并且会保留 最近五天的备份数据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 我们的备份数据下载到本地 这样我们就有了多个备份 保证我们的数据 不会出现问题 一旦当数据出现问题的时候 即使我们的腾讯云上 并没有保留当时的数据 我们也可以从本地上传上去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回答 回答 它是基于binlog的 可以在三天之内 任意的回答 就是说你可以回到 任意的一个时刻 并且可以使用命令 执行回答操作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将binlog 下载到本地 来进行多个备份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云数据库的数据迁移 数据库的数据迁移 主要是在本地的 自建数据库 和云数据库之间进行的 数据库的迁移 可以采用手动迁移 和腾讯云的自动化DTS 数据传输服务来进行 手动迁移呢 主要是针对数据量比较小 并且又不是很繁忙的情况 可以直接将云数据库的数据 导出到SQL文件当中 然后呢 在目标数据库上 进行数据的导入 如果是导入到本地的数据库 可以使用MySQL提供的工具来进行导入 而如果是导入我们的云端数据库的话 可以直接在云数据库的web界面上 直接上传SQL文件就可以导入了 但是对于数据量较大的数据库 使用SQL文件效率比较低 并且也非常容易出现错误 这个时候 我们就推荐使用腾讯云的DTS 数据传输服务 数据传输服务DTS 它能够支持数据的迁移服务 提供自建的MySQL数据库 到云数据库CDB的连续的数据复制 用户可以在不停服的情况下 对数据进行在线的热迁移 支持具有公网的IP和端口 或者是专线接入腾讯云的本地IPC 或者是腾讯云的云服务器CVM上面的 MySQL的数据库的迁移 目前已经支持了MySQL 5.7的迁移功能 DTS数据迁移任务 分为冷背数据导出和增量数据同步两步 其中冷背数据导出 以及迁移后的数据对比过程 可能会对原库 它的负载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建议是在业务的低峰期 或者是在背库上进行数据库的迁移 DTS支持的数据库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是支持基础网络和VPC网络的CVM 也就是在我们的腾讯云的云服务器上 自建的MySQL数据库迁移到我们的CDB实例 第二个是支持具有官网IP和端口的 MySQL数据库迁移到CDB的实例 第三是支持VPN接入 或者是专线接入腾讯云的MySQL数据库 迁移至CDB实例 这些相关的接入操作呢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讲过了 在这里就不再追溯 第四课是云端MSSQL Server服务 在这一课程当中 我们将讲解一下腾讯云的云端SQL Server的相关知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SQL Server的简介 SQL Server是微软公司推出的关系型数据库 SQL Server具有可扩展高性能等特点 可以对数据进行查询搜索同步 报告和分析等等 云数据库呢 现在已经支持SQL Server 2008和SQL Server 2012等等 这些版本允许我们使用微软的.net和微转studio 开发自定义营养程序 目前它是至今为止最强大和最前面的 SQL Server版本之一 我们可以在云上轻松的设置 操作和扩展SQL Server的部署 使我们能够轻松应对业务需求的快速变化 腾讯云的云端MSSQL Server的优势 由如下节点 第一点就是即开即用 按需升级 我们可以通过腾讯云的官网 进行CDB for SQL Server的规格定制 下发订单后 CDB for SQL Server可以实时的生成目标实力 省去我们自己去搭建SQL Server集群的繁琐 省时省力 在业务的初期 我们可以购买小规格的SQL Server实力 来应对我们的业务压力 而随着数据库压力和数据存储量的变化 我们可以灵活的调整实力的规格 并且在我们升级期间 CDB for SQL Server不会中断数据链路服务 第二点是成熟可靠的高可用架构 默认提供一主一镜像的配置 可以实现故障的秒级切换 为我们的业务保驾护航 第三点是数据的一键回溯 腾讯云提供了自动备份的功能 可以通过回答功能恢复7天之内的任意时间点的数据 在我们误操作之后 可以随时进行回退 使用云单的MS SQL Server的步骤 有如下几步 第一是创建SQL Server的实力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选择地域 可用区 数据库的版本 数据库的规格等等 选择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购买我们的SQL Server的数据库 第二步是创建数据库 单击创建数据库 输入数据库的名字 然后选择对应的字符集 点击确定即可 第三步是创建用户 并且对其进行授权 在创建成功数据库之后 我们可以对数据库进行账号的授权 或者是修改相应的授权 然后单击设置权限按钮 就可以对对应的账号进行授权 第四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应用来连接我们的数据库了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通过SSH端口映射 来连接到私有网络当中的MSSQL Server的数据库 与MySQL的实力相似 如果我们创建一个只在私有网络当中的SQL Server数据库服务 我们是无法通过公网进行直接访问的 为了能够直接访问到它 我们可以使用SSH端口映射来实现 需要做如下几个步骤 首先是需要在与SQL Server实力相同的可能区当中 创建一个分配有公网IP的Linux虚拟机 也就是我们的CVM 只有当我们的CVM和我们的SQL Server 它在相同的可能区当中 那么他们才能够互相进行访问 然后呢 我们在客户端去安装Pullet这个工具 然后就可以使用P-Link进行端口的映射 也就是我们在下面写的这条命令 在我们的客户端执行完这条命令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SQL Server的Management Studio 或者是直接使用Vidual Studio 来连接映射之后的本地端口了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它是只支持SQL Server的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模式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腾讯云中级运维课程的第六课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云端的数据库服务与缓存服务运维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课程概要 这节课 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云端数据库服务 和缓存服务的运维操作 首先讲解云数据库的概述 然后讲解CDB for MySQL 云端MS SQL Server MangoDB等云数据库的简介和运维 最后讲解Redis和Memcache的 两种缓存服务的云端运维 本节课的课程较多 我们将分为八个课程进行讲解 分别是 云数据库的概述 CDB for MySQL基本用于方法简介 CDB for MySQL的栽培 备份已迁移 云端MS SQL Server服务 非关系型数据库 MangoDB的概述 云端Redis的概述与运维 云端Memcache简介 最后我们还有一节实操课实 主要带领大家一起学习 Redis实例和Memcache的实例的创建与使用 下面我们开始第一课实的内容 云数据库的概述 我们都知道 现在在我们的业务系统当中 数据库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组件 无论是web 游戏 电商 还是金融等应用 都对数据库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 而数据库作为我们数据的组织 存储和管理的仓库 它的可靠性 稳定性 可用性等等 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一旦数据库出现问题 轻则业务无法正常访问 重则数据丢失 而这些都会给我们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因此 数据库的运维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运维人员 对于数据库的相关运维工作 一定要格外的用心 为了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 腾讯云为我们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云数据库服务 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种是关系型数据库 例如常见的MySQL 微软的MSSQL Server等等 还有一些近几年流行的 NoSQL数据库 例如MongoDB等 当然还有一些内存数据库 比如说Redis Memcache等等 它们一般会被用作缓存 因此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 Redis缓存 Memcache的缓存 当然除了这些我们最常见的数据库服务之外 腾讯云还提供了一些 其他的云数据库服务 给我们选用 比如说MySQL的另一个开源分支 MariaDB 关系型数据库 PostgresSQL 以及支持大数据 自动水平拆分的分布式数据库 DCDB 持续数据库 CTSDB 以及基于TiDB的HTAP数据库 还有用于大数据的HBase数据库 这些各种各样的云数据库 为我们的业务系统提供了多种选择 能够满足我们不同业务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云数据库的优势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云数据库服务 而不是采用传统的自建数据库服务 云数据库服务的第一个优势 就是按需付费 也就是高弹性 云数据库可以提供包年包月的寄费方式 也可以提供按小时付费的按需付费的寄费方式 可以根据我们的业务量来选择计费方式 避免自建服务器时 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 第二个优势是高性能 腾讯云的云服务器使用了PCIE的SSD 拥有强大的IO性能来保障我们的数据库访问能力 比如CDB for MySQL服务 单实力最高可以支持到24万的QPS 和6TB的存收空间 另外云服务器还支持挂载止读实力 支持一组多重的毒血分离架构 帮助我们应对海量的请求 第三个优势是高可靠 腾讯云的云数据库提供DDoS防护服务 能够在用户遭到DDoS攻击时 帮助用户抵御各种攻击流量 保证业务的正常运行 还提供了防CQ注入 暴力破解等数据防护功能 同时腾讯云的云服务器还提供了备份机制 例如储存备份等 并且能够保存多天的备份数据 便于我们在数据库发生灾难的时候 进行数据恢复 另外腾讯云还提供了数据加密 数据审计等等相关的安全功能 第四个是高可用 云数据库可以提供实时的双击热备功能 根据Blog可以支持5日之内的无损恢复 另外还提供了自动的灾容服务 提供当机自动检测和故障自动迁移 主备切换和故障迁移过程中 可以做到对用户透明 从上腾讯云为我们的云数据库 提供了专业的运营服务 保证我们的数据安全和数据可用 而传统的数据库服务 在初期建设的时候 一方面硬件采购投入非常的高 另外还需要专门的人 进行数据库的调优工作 而且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由于缺少专业的高级运维 自建数据库往往可用性较低 保障体系不周全 不能够很好的保障数据安全 而对于运维人员来说 使用自建数据库 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运维工作 来保证数据库系统的正常运行 工作量大成本较高 因此使用云数据库 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此类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云数据库的应用场景 对于游戏应用来说 对于数据库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而且游戏服务器在开新区的时候 经常需要重复的去部署游戏的分区数据库 而使用云数据库可以实现计算资源的弹性伸缩 提供更高的访问性能 同时可以实现分钟级的游戏分区数据库部署 非常的高效 第二种是针对互联网和移动APP应用 云数据库可以针对这种读多写少的场景 清点鼠标就可以给热点库增加止读实力 大幅度提高读取性能 针对金融应用 云数据库可以提供安全审计 跨低域的灾容 数据的强抑制性等等的数据库服务 保证金融数据的安全和高可靠 而对于电商应用 云数据库的高性能特性 以及快速读写的能力 能够稳定的应对高并发流量 轻松的迎接突发的业务高峰 解决访问高峰的请求压力 第六课是云端Redis的概述与运维 Redis是一个性能非常强大的内存数据库 它属于非关系型数据库 在我们的业务系统当中经常会使用到 同时Redis由于其高速的存取速度和KValue的存储方式 也经常被用来作为缓存 因此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缓存服务 腾讯云的Redis是基于腾讯 在分布式缓存领域多年的技术基电 打造的一款高可用高可靠的Redis服务平台 腾讯云的Redis呢 它有两个存种引擎 分别是社区版的Redis 以及腾讯云自研的CKV 社区版的Redis引擎 支持的版本有单机版 主送版和集群版 单机版呢 主要适用于纯缓存的场景 它可以支持单节点集群的弹性变配 可以满足高QPS的场景 拥有超高的性价比 提供了1到60GB的规格 而主层版的Redis呢 则是系统工作时 在主节点和背节点之间 进行数据的实施同步 当主节点故障的时候呢 系统会自动的秒级切换 背节点来接管我们的业务 全程自动 并且对我们的业务是没有影响的 准备架构 可以保障我们的系统服务 具有高可用性 提供了从0.25G到60GB的各种规格 而集群版 它采用的是分布式的架构 可以灵活的选择分片的数量 分片的容量 以及集群的数量 提供灵活的 业务无感知的扩容和缩容服务 能够提供16GB到2TB的规格 最高可以提供到千万QPS的性能 而腾讯云自研的CKV引擎呢 它支持主层版和集群版的Redis实力 主节点在系统工作的时候 同样由主节点和背节点进行数据的实时同步 它提供的数据容量呢 是从4G到384GB的超大的单实力规格 而集群版同样采用分布式架构 也可以提供16GB到2TB的规格 腾讯云Redis它可以作为建制队数据库来使用 支持复杂的数据结构和存种的操作 同时也支持数据的19化 腾讯云Redis的社区版本的引擎 它可以兼容Redis 2.8版本的协议和相关的命令 而腾讯云自研的CKV引擎 则兼容Redis 3.2版本的协议和相关的命令 腾讯云Redis的一些主要的特性如下 第一就是高可用性 它为我们提供主从热备 当机的自动监测 以及自动的栽容等等 第二是高可靠性 主从和集群版本的数据持久化存储 可以提供每天的冷备和资助的回答 第三是扩容和缩容 可以随意的进行实力的扩容或者是缩容 第四是安全性 它支持私有网络VPC 可以提高我们缓存的安全性 最后它是分布式的 迷用户的存储是分布在多台物理机上的 可以彻底摆脱我们的单机容量和资源的限制 因此无论是游戏的缓存数据 电商的业务处理 还是视频、社交、网站应用 腾讯云的Redis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满足需求的服务 腾讯云Redis的使用方法 与其他云数据库一样非常简单 我们在web控制台上购买相应的实力之后 就可以进行出手化 设置好我们的访问密码 然后就可以连接来使用了 需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在实际连接的过程中 使用的密码 应该是我们的实力ID 再加上冒号 然后最后再加上我们的设置的密码 也就是像图上圈出来的这样 另外在使用Redis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需要根据我们的需求 来调整Redis的运行参数 腾讯云的web控制台 也同样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参数修改的功能 我们可以自行来根据需要调整Redis的运行参数 使我们的Redis工作在更加良好的环境之下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Redis的备份和恢复 Redis的备份和恢复呢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手工备份 也就是我们的管理员可以在web控制台上 直接点击手动备份按钮来启动我们的手动备份 而另一种呢就是自动备份 也就是根据需求可以配置具体的自动备份的时间 可以达到每天一个备份 并且我们在备份完成之后 还可以将我们的备份下载到本地进行保存 而在恢复的时候 我们不仅可以选择全部恢复 也可以选择恢复我们指定的key 从而来满足我们一些特定的需求 第七个时我们来说一下云端Memcache的简介 Memcache也是在业务系统开发过程中 经常会使用的缓存服务 云数据库Memcache是腾讯自主研发的 极高性能内存及持久化分布式的KValue存储服务 适用于高速缓存的场景 兼容Memcache的协议 为用户提供主存热备 自动载容切换数据备份 部长迁移 实力监控全套的服务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无需关注以上服务的底层细节 使用云端Memcache的优势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低成本 使用云服务器自建双机热备的Memcache 成本为3.21亿元每季每天 而同学云缓存Memcache的 只需要2块钱每季每天 第二是高性能 单台Cache服务器 支持50万每秒的访问 单表的最大支持 能够到千万次每秒的访问 第三是低延迟 群军视野在1毫秒左右 第四是安全可靠 重启机器不会丢失数据 同时有双机热备 在主备切换时 对业务透明 还拥有跨机架的交换机部署 具备灾难时的回挡功能 第五是成熟稳定 灾容机制健全 服务成熟 已经服务于海量的第三方用户 以及腾讯的自由业务 日访问量超过了1万亿次 久经考验 我们的开发者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使用 第六是审信 云缓存Memcast具有自动的扩容能力 扩容对用户的访问来说也是透明的 而且扩容之后不会影响服务 并且拥有全面的监控及运营团队 我们不需要半夜去处理相关的故障 第七是易用 及时申请就可以及时使用 不需要自行安装 可以直接使用Memcast的API 来访问云缓存的Memcast 那么云缓存Memcast 它的主要的应用场景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游戏数据场景 在游戏的单需单服场景当中 腾讯云的Memcast可以作为缓存层 来存储非角色类的数据 比如排行榜等等 高性能的特性 可以满足屈服玩家 需要的快速访问数据的场景需求 用户无需设计复杂的后端系统 来应对高并发量 第二是站点的数据缓存 如果网页中包含大量的动态页面 那么数据库的负载将会很高 由于大部分的数据请求 它们其实都是独操作 我们可以通过Memcast 来进行网页数据的缓存 来减小数据库的负载 从而提高用户访问的速度 第三对于社交应用来说 我们可以将很多的信息 比如说用户信息 好友信息全部都缓存下来 这样避免了这些数据 直接跨表或者跨库的操作 避免了我们对数据库 带来极大的效率损耗和系统的负载 从而可以大大的提高 我们访问的速度 第四是电商数据的缓存 电子商务网站的商品的分类数据 商品的搜索结果 以及可以查看的商品数据和商家的基本数据 这些数据的访问量特别的高 但是它却不会经常的改变 在这种场景下 我们就可以使用云缓存Memcache 来将这些数据来缓存起来 进行快速的读写 提高我们的访问速度 云缓存Memcache的 它的使用和购买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上进行购买 在购买页面可以选择定域 规格 大小 以及数量等等 在腾讯云购买云存储 Memcache的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管理中心进入控制台 在控制台实现对购买的 Memcache的实力的修改 分配等等操作 第八课是实操 Redis实力和Memcache的实力的创建 在这一课时当中 我们将跟大家一起在腾讯云上 创建Redis服务实力和Memcache服务实力 我们将创建一个容量为1GB的主存版Redis实力 并且我们将把它部署在私有网络当中 最后我们要获取已经创建的实力的连接信息 对于Memcache的实力 我们将要在私有网络中 创建一个初始的表空间 为2GB的Memcache的缓存实力 同样最后也要获取Memcache的实力的连接信息 下面我们就开始一起来进行操作 我们首先打开腾讯云控制台的云数据库Redis 然后点击新建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 来选择云存储Redis的相应的参数了 在这里我们选择北京地区 北京一区 然后在网络类型当中 我们需要选择私有网络 同时选择我们对应的私有网络的网络和子网 引擎 在这里我们选择社区版Redis 然后我们的内存容量 根据我们刚才的要求 选择1GB版本 副本数量直接使用一个副本就可以了 端口我们使用默认的6379端口 安全组部分我们来选择放通全部端口 最后我们点击立即购买即可 购买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控制中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实例正在创建当中 我们稍等一会儿等它创建完成 好的 现在我们的实例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的状态是实例带初始化 那么我们就首先初始化一下 给它试制一下它的密码 我们点击初始化密码 在这里输入我们相应的密码 点击确定即可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实例状态已经变成实例运行中了 这样我们就成功的创建了一个Redis的实例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访问它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内网的IP地址和端口在这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连接帮助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两种格式的连接方法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其中的某一种进行连接 为了测试呢 我们这里开了一台 同样在北京一区的云服务器CVM 来进行相应的测试 那么我们就来使用这条命令来连接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连接成功了 我们设置一个ky6对 然后把它取出来 这样就可以证明 我们是成功的连接到了我们腾讯云的Redis上面 好 我们现在设置了一个kvaValue 是hello的一个简直对 那么我们现在来获取它 看看 好 现在我们已经证明 我们能够成功的连上了 我们处在同一个可用区内的Redis服务器 下面我们来一起学习 创建云缓存MIMCache的实例 同样我们先打开云缓存MIMCache的管理控制界面 然后点击新建 进入购买界面 在这里我们根据我们的需求 选择一个2GB大小的注视表空间 然后网络类型 同样选择私有网络 选择我们新建的网络 然后点击开通即可 好 现在我们已经开通成功了 我们返回我们的控制台来查看它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创建了我们的云缓存 那么我们同样也使用我们在同一个可用区里面的CVM 来验证一下我们的云缓存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连接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云缓存实例的访问地址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地址来进行访问 我们使用Telanet来连接它 好 现在我们已经通过Telanet连接上这个服务器了 我们同样也使用一个set命令和一个get命令 来确认一下我们的MIMCache的缓存服务能够正常的运行 首先我们来执行一个set命令 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给我们的返回是stored的 也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成功的存储下来了 那么我们使用get命令来获取一下它的值试一试 好 现在我们看到它返回的结果 把我们刚才所存储的8888这个数字返回了回来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我们的云缓存MIMCache的服务能够正常的运行了 好的 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云端Redis和MIMCache的服务的创建与连接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 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了腾讯云提供的各种数据库服务和缓存服务 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我们的课程自己进行相关的学习 下一节课我们将一起来学习使用云监控和云波测 来提升我们愿为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